今天我们来玩一下 3.0出品的游侠标枪机甲 圣哥在当年给观众们带来的期待与震撼 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时至今日在小伙伴的带领下 也正好橘子平台打折 游戏本体只卖50多块钱 我也是在最近就有幸玩到了这款游戏 而画面设定和战斗爽快感 无疑都是直接拉满的 能看到制作组 他是很用心去做这款游戏的 但是同时 这个游戏整个内在的系统和游戏体验 又非常的糟糕 甚至到了现在 我还碰到过不止一次 需要重启游戏的各种小bug 而这次三菱制作的游侠型号的标枪机甲 可以说是几乎完美还原了游戏里这个造型 整体的身形和比例都挺到位的 而且身上有各种防撞杆 还有各种小部件的那些凸起的设计 都是没有放过的 都有做到 虽然是粘死的 但是确实还原的不错 这里也是提醒小伙伴们把玩的时候 注意不要掰掉了 细看到身上 因为这款游侠标枪机甲实际是比较大支的 所以只要不放大凑近看 内容细节做的还是很饱满 很足够的 但是仔细去看 确实会觉得比较肉 但是又因为旧化涂装 一直是三菱的强项 又给这款游侠增加了不少的信息量和细节度 而且本身游戏里我们玩家也是可以给自己的机甲 去定制各种涂装和材质 以及漆面的旧化效果的 可以说三菱来做这款游侠 真的是游刃有余 就正好对上了 并且为了玩这款游侠的发光机构 我们需要提前准备 AZ3的扭扣电池4枚 两枚安于头部 另外两枚则是夹在背后的推进器里面 平时安插电池是很简单的 不过取出就需要借助工具了 背后的这个推进器 它灯是一个平闪的形式 还挺好看的 LED灯亮起来以后 就让这款游侠变得生动了不少 很漂亮 但是这个头部的发光 和我目前在游戏里 在玩的游侠机甲的面部发光 这个造型好像是有些差异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当然了在游戏里30出的这款游侠机甲 是游戏一开始就提供给我们的款式 也是我目前比较爱用的机型 因为它的能力是比较综合的 爆发的也不错 可进展可远程 简单来说就像是 守望先锋里的那个士兵76 而之后我还解锁了巨像机甲 就有点苏联重工业感的一款巨型机甲 整体是比较笨重的 但攻防都挺不错 在此之外截击者就比较像一个刺客了 听说是速度很快 机动性很强的一款机型 不过我还没玩到 所以还挺期待的 最后就是暴风机甲了 可能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式型机甲 它的玩法应该是各种法术的连招吧 主要是后面这两款机甲 我都还没解锁 等级不够 总之慢慢来吧 继续回来把玩30的游侠机型 在材质上圣哥里的标枪机甲 表面好像都覆盖了一层又能防御又能延展的那种软质材料 这和三菱出品的一些人偶惯用的那种皮质材料又恰好非常的相似 总之表现非常的好 并且在腿部的关节上 这款游侠大量的使用了卡尺型的 应该没说错吧 就是那种有一定维持力度的齿轮关节 手感挺不错的 接着全身的液压感细节做到了真正的还原 在我们把玩这款游侠的时候 液压感是真的能做到联动伸缩的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堆积已久的那款MG巴巴托斯 等有空了还真得去赶紧做一下 当然了 这款游侠全身还设置了不少的拉伸关节 来帮助大家实现更大的可动范围 可以说是能想到的基本都给做出来了 但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可动的机构 实际把玩的时候 我又发现这款游侠实际能做的动作还是比较有限的 尤其是不搭配那种蛇型支架来悬空摆放的话 就正常站立其实是很容易倒的 动作的局限性比较大 配件上三菱的游侠只给了这么一把突击步枪 上面的保护杆有一定的可动 造型上我很喜欢就有一种游击队生活化的气息 很亲切 和游侠机架搭配在一起以后 整个造型就变得生动起来了 很好看 也能让我联想到游戏里的种种体验 但是游戏里的游侠 它关键的万部技能配件 这里却并没有给配上 玩家在游戏里也是可以选择两种 还是有更多造型的 但这里并没有给就挺让人感到遗憾的 并且呢背部放大招的那个飞弹尖炮啊 也没给 这甚至不是玩家可以自定义的部分啊 就是游侠的一个标配装置 也没有 最后呢 在其余没有任何配件的情况下 这款游侠竟然给了两个手腕连接线啊 就是防止玩家把掰坏嘛 而且和我断手的那个格子的手腕还不通用 我就 就纳闷啊 OK 那我们就最后来总结一下 这款三菱的游侠机甲呢 虽然细致度没有说有多高 配件呢 也几乎等于没有啊 但整体的造型和质感呢 却又做的恰到好处啊 非常的还原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反关节机甲 总之 如果你是正好喜欢这些特色的发烧友 或者是这款游戏的忠实粉丝 我是非常推荐的 但如果是怒人的话呢 就算了 因为这款的价格呢 还是有点贵的 性价比呢 并不高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